我们所说的 各自的优势点很重要一点 一定要做一个自我分析 那这个自我分析呢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对自己有评估 但是呢 在你切入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看更多的一些内容 跟更多的一些数据分析 包括你的这个竞品的分析 包括你的流量分析 我们就简单理解 就是有几个东西是一定会看得到的 什么叫看得到呢 就是本身流量的这个来源 一定是赏握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说做独立战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经过若干年沉淀 要手上积累了相当多的这种用户 然后用这用户来去做种子用户 种子用户呢 去撬动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来进行购买 这个逻辑呢 听上去成立 但实际事实上又不成立 为什么呢 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词 就是所谓的 先是有事与流量 还是有公寓流量 我认为这个两个是不对立的 这里面第三个点里面最重要 最重要的话题是跟大家分享是 为什么我们所说 我如果没有现任用户 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做这个独立战 我认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当你没有原始的用户的时候 那你更加需要花钱去买流量 去投放流量 去培养你的用户 去测试你的用户 同样你在平台也是一样的 平台上你的第一批用户是怎么来的 虽然他们可能跟你没有发生这个复购 也没有去做更多的这种重复购买 但是对他们而言 你所出现的频率是怎么决定的呢 你的这个listing了 你的页面了 你的价格了 你的这个评价等等 而在独立战上面的卖家 买家 他看到你的东西是因为你的产品 包括你的广告 包括你的流量来源 包括他所覆盖的面 所能敞出出来 而作为一个B2B分销呢 他你所面对人群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所说这三条路线 其实是既相互相成又相互对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平台上 本质上你是跟这个独立战的 跟跨界B2B的在抢 但事实上 你所面对的人群 就不仅仅是这群人群 你还有很多 他本身又是你的合作伙伴 谁说你不能 给你的够尽量这所供货的呢 对吧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大卖家 其实他们本身就有一些分销的产品 他们在海外去做分销产品 只是这里边 我们所说分销到底是给中国的卖家 还是给一些其他的卖家 我们要解决 搞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独立战 我们说独立战里面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图C的 一个是图小B的 图独立战里面也有两个方向 因为图C的跟图小B的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图C的呢 其实更多是说 我就是做消费者 一般消费者 而图小B的呢 就是他本身可能也在做独立战 甚至他有可能就是在做平台的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归纳总结呢 我们所说的今天 所有内容里面 核心几个点 就是首先我们得搞清楚 这三个渠道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的基本盘是什么 平台 还是独立战 还是跨境B2B 那如果说你本身就完全没有这样经验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随便去试 我觉得你应该去考虑 把自己的优势 跟这个一些优秀的人去做合作 比如说联合运营 独立战联合运营 平台联合运营 也有人说这个不是伪命题吗 这个反正他们有保底的 压了获损谁的 沉淀了获损谁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反正本身问这个问题 也就是伪命题 难道你自己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吗 难道你自己做就不会有团队的费用吗 你自己做就没有试错成本吗 正是因为你自己试错了 你的积压 你的运营 你的人力 更是一塌糊涂的瘦 你可以选择 要么就不要干 要么选择 好 我就相信 我就信任 我可以去小规模的 小不快跑的 去跟带预营的合作 这带预营不仅仅是平台的带预营 还有独立站的运营 因为我在最近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 对于这种所谓的带预营的一个问题的 一个叫质疑 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 所谓的带预营跟驾校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让驾校师傅 驾校教练 长期在床边坐着 看起来开车 驾校 我们应该不叫驾校 我们叫私人陪练的 司机 叫私人陪练的教练 私人陪练教练 你是坐在那车上去 他是指导你 他是在你让你在路上开 在公路上开 在高速上开 他给你指导 给你指引 但是你使用有一天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私人教练的 因为他要去做别的活 而你必须要自己学会开车 而这段时间就是你们的甜蜜的秘诀 所以带运营他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麻烦 就是到了某个阶段 自然而然的就会分手 我认为这是完全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情有可原的 除非有一天你跟教练结婚了 对吧 他变成了自己 你住旁边坐副驾 对 这里面就出现在一些我们说大型的产品里面 他们出现的这种 我们叫联合运营跟联合开发 到最后变成一家人的这种方式 今天讲的东西 零零唆唆 零零唆唆的有点散 但归纳总结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做自我评估 你到底现在是什么一个计划 然后你想去做新增的销售渠道 对你来说 他是去做测试 还是做一个销量增长 OK 绝大部分的朋友 想去做这事情 来做销量增长 做销量增长的时候 我们就分析了 你这个产品是标品 还是一个定制品 那如果你全是 纯粹是标品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那标品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方式 独立站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跨境B2B 就是dropshipping这条路 你是可以走的 对于你来说 你去做更多的分销 那对于 还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整个定价体系 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原来 针对出C的这种模型 这种我们叫交付 跟物流体系 你可能要相应的改变了 这里面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平台到独立站 到跨境B2B 甚至dropshipping的分销 你的这个物流交付体系 一定是跟现有的 纯粹2C的商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纯粹2C的商家 他的整个物流很简单 我通过物流 通过海运 空运 小包 纠正 我把货送到消费者手上 搞定 完收工 收钱 而我们所说的 这种多渠道 多销售渠道的分销 你的整个物流设置 应该是 你最起码在目的国 要么是有一个自营的海外厂 要么是有一个能够配合你去做第三方分销的这个海外厂 为什么呢 因为它意味着它要帮助你去做一个中转分拨跟代发 以及定期补货的这么个角色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产品 因为绝大部分的独立战产品 当中都是一些非标的 或定制产品的话 它其实需要定期的补货 或者说需要一个中转去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一些 它是一个高科单的 你可能会选择 像Dictial和UPS 这种方式 直接是完成了这么一个交易 但是不代表说 你就会完全避免了这个一个问题 那你会说 有些人说 我就没有售后 我去做虚拟产品 那虚拟产品 其实虽然归到了独立战这个范畴里面 但也不完全是在 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一个范围里面 归纳总结 还是那句话 先要去做自我评估 然后去做自我分析 然后调整你对应的 这个交付的手段 那你会问这个问题了 我的技术架构不行 我的人才储备不行 我的供应链也不行 那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就应该一个个问题摊开来讲 我们没办法在一个短短的 十几二十分钟的视频里面 把所有的问题都讲透 那我认为 如果说你本身就想去做事情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五百亿青年计划 我们一个一个板块 一个个一个模块去跟你们分析 好 那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去分享的事情 记得在未来继续在周二周四 关注我们的跨境阿弥秀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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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